第一位是这位17岁的少年加入了精英王国领书粉丝团 担任王国第二军团司令 不过呢平时穿着女装打扮 但现在被呢少女的妈妈控告 涉嫌诱管少女而且质疑是不是性侵女儿 最新连线戴秋荣告诉大家 秋荣显说 好的观众上您可以看到呢 这一名所谓自称是精英王国司令的这个少年呢 其实只有17岁 不过呢他是被发现汉少女出现的时候呢 是一头长发并且呢是穿着薄纱短裙 还有黑色裤袋 那么事实上呢 这名少女的妈妈是控诉说 她的女儿啊 因为可能有跟家人有一些学习而吵架 但是呢竟然是从她的脸书 以及相关的通年记录去发现到说 怎么好像跟一个网络的社团 叫做精英王国的脸书粉丝团的 其中一个人非常密集的联系 那么紧急的来向警方报案 那么警方透过网友的协讯就发现到说 那么呢绰号白领也就是说 精英王国这里面绰号为司令的 这一名白领也就是这一名17岁少年呢 疑似呢就是把这个少女给带出去的 那么现在呢尽管是警方透过网友找到了人 但是让少女的家人呢 非常担心女儿遭到侵害 那么呢坚持仍然要来提告 控告这名17岁的少年 有涉嫌略诱的嫌疑 好17岁少年呢 是涉嫌把这少女怪来离家出走吗 稍后也会有完整追踪